入獄青士林因為他們都很空白 為何會犯錯呢? 我想大多數都是一時衝動和群體的影響 因為懲教你犯了事之後 你每個人入到裡面都是一式一樣的 在受約束之下,受紀律控制之下 他應該怎樣處事為人 這就是懲教署的最主要目標 如果還有一些人是從針對性的角度 去誘導一些新的青少年 我想這個是幾可悲的 我想相信都是有一些利誘 金錢上的利誘,才可以維持到這麼長 否則這些不可能,如果是鬥爭的話 如果沒有金錢背後的理念,根本就很難很長 得和失很難說,他還是年輕的,他只是失少少 如果他日後可以向好方面看,他得更多於失 這個大律師不得公義,往他讀了這麼多書 他覺得犯了罪是精彩,入去裡面是精彩 那你違法始終有一個紀錄 即是你出來做的事,甚麼都沒有 記得訂閱我們屈姬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他犯了錯,已經是受到法官判了他有罪 而入獄,我想法官是很明知的,是根據法例去判 入獄,青士林因為他們都是很空白 為何會犯錯呢,我想大多數都是一時衝動 和群體的影響,令到他們走向這個方向 但又不知道後果,踏上一個過程 如果入獄都是一個過程,不是很長的時間 但我想深深相信他入獄後,紀律方面他會有所改觀 和出來的時期,他知錯能改,就會走回正路 甚至更加好些,會珍惜他目前的事 即是以前已經受課了,經歷過了,人都有錯,每個人都有錯 但錯在哪裏,嚴不嚴重,以及是否自己可以 去更新一下自己的內心,而走入一個重踏社會呢 這個是最重要,更新的就是希望他們可以調節一下 在紀律裏面約束的情況之下,他們的感受 我就完全不相信,我本人都去過,在監獄裏面 都去親身看過,那些小孩是怎樣 他們紀律就是紀律,因為懲教你犯了事之後 你每個人進去裏面都是一式一樣的 你看到,折痞、鋪床、準時起床、吃飯、有紀律、暴粗等 希望透過這些環節,讓他們反思一下、反省一下 在受約束之下,受紀律控制之下,他應該怎樣處事為人 這個就是懲教處的最主要目標 宣傳來說,當然,這個我相信是一個正面來的 沒有威逼你講不講,威逼他出來都會說他威逼 事實會不會呢,我相信現在的政府在法律上和等等上 控制得都很嚴謹的 例如警察被人錄影到去打那個伯伯 那兩個警察已經受了一定的懲罰,這些是透明度更加高 如果市民能夠將這個訊息和見到一些不停的事情 都可以從小勸喻,尤其是小孩子的時期 也都不需要正面臨衝突,可以勸喻一下,甚至可以做多些 政府都應該要做多些,尤其是社工去看他的家庭的時期 不要單身看一個,是要看整個家庭的情況 父母,他,他的就業,即是讀書的情況等等的東西 要多些關心一下,我想這個家庭才完整的 如果一個不完整,不是一個小孩子的問題 因為父母和身邊的人都會影響得很緊要 這樣之下就會更加會對社區的治安更加不穩定 我想入了懲教那裡之後,因為裏面不是單純看佛那樣東西 都有一些東西給他讀,還有一些東西灌輸 他可能在裏面看到一些書籍或者有一些專職的人士 有到他從一個正面的方法去想一件事 他會轉變的,人就會有人去關心他 裏面的人可能會關心他,其中有一些玉利會關心他 去跟他開解社工,他再明白了一點 即是一個方向,你做錯的事情可能一時衝動 但是後悔,當然有了,有這個經驗 下一次就不會再重犯這個才是實確的 這些是政治的事情,如果還有一些人是從針對性的角度 去誘導一些新的青少年,我想這個是幾可悲的 我想誘導這個青年的人,以後都不會很好過的 原因是他交疏了人,而是導致人走向一個罪惡的裏面 這個罪惡就會令到他自己有傷,人有傷 我想相信都是有一些利誘,金錢上的利誘 才可以維持到這麼長,否則這些不可能 如果是鬥爭的話,如果沒有金錢背後的理念 根本就很難很長,全部用金錢來引誘去做 但是政府都要做多些,尤其是社區分區來做多些 大家去溝通的情況,以及展現一些愛心,好像百送飯一樣 這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同意他,因為他親身感受了,講回一個見證 很多監獄處都有一些吸毒進去,教了之後出來做一個見證 甚至殺了人出來的時期都做一個見證 希望那些人不要跟著他去做 得同失就很難說,他還是年輕的,他只是失少少 如果他日後可以向好的方面看,他得更多於失 人一定有失,尤其是有得,這個是正面的 每個人都需要有經歷,完全同意,因為這個是正面的 每個家庭都想一家和好,尤其是母親,父母是很重要的 他說當他成長的時期是很重要的,父母應該要多些關注一下 他的子女成長的時期,尤其是在幼稚園開始,母親是最重要的 七歲打後,父親都要介入,不要只是拋了個球給那個工人 要多些跟他循循善友,去做一些正確、不正確,做一個樣板 讓他們有這個樣板之後,朝著一個好的方向走,社區就會安寧 如果根據他演繹,從每個角度都不同的 精彩,即是他覺得犯了罪是精彩,進去裡面是精彩 你違法始終有一個紀錄,即是你出來做的什麼都沒有 你說精不精彩,很多樣東西是很精彩,你遇到什麼東西 你個人的裡面的看法,我相信這個大律師是說 他也可以說反面,即是說是精彩,你進去你就知道清楚 出來的時候你又知道精彩,他可以這樣說 那些律師多數,大部分,就是站在他那個有利的位置,說自己的事 那這些是不是很正確的教導 就是這個大律師,即是不得公義,不得公義 往他讀了那麼多書,政府給那麼多錢,去給他讀書 供養他,這個是完全錯誤的訊息 如果你都想上來鬱基TV發表意見的話,歡迎你和我們聯絡 最後最後,記得訂閱我們鬱基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吧!